今天我們就要為大家來揭穿所謂經濟動能推升方案 各位知道 你看過這個公共的人拼手 你有看過經濟動能推升方案拼手有嗎 可能沒什麼看的 為什麼沒看的 因為這個公共 人家說這是詐騙 經濟動能推升方案是什麼呢 我們很想用幾句簡單的話讓大家能夠了解 但是幾句簡單的話實在無法說明這麼多的政策 因為經濟發展需要很完整的規劃 經濟才能動得起來 所以這些方案當然很複雜 重要的是啊 很多事情正在加速進行中 說破罪不如跑斷腿 聽經濟做就對了 各位親愛的老婆朋友 大家好 不好喔 哪裏不好 聽經濟這麼開心的事情對不對 唉唷 今天人山人海大家挑言共有夠壽 沒有啦 是要來跟大家好好解釋 我這個好同事管忠銘推出 演你的這個經濟動能推升方案啊 不過我們最近打算給他改名字啦 叫做管佑民 現在中間路線不可行啊 大家要靠右轉 好啦 講這麼多前言 開始來介紹我們的經濟動能推升方案啊 拼經濟第一招 陽春麵年金 有很多人問說 院長 院長 老保要領多還是領少啊 這個問題啊 就要問大家 是牛肉麵好吃還是陽春麵好 牛肉麵有料 可是吃多了會膩嘛 陽春麵清淡 可是人人有麵吃 人人吃得到 而且現在美國牛那麼多 你們敢吃牛肉麵嗎 好啦 拼經濟第二招 謝清良 誰是謝清良 他就是No.1的基金投資經理人 基金投資經理人 什麼意思呢 就是右手進的左手出 人民的血汗權 幾百億的基金一向就都虧空了 小case啦 對不對 他一下子就買了六棟豪宅啊 當然要刺激房地產經濟 當然是要靠大老闆啊 要靠你們那個小勞工有什麼用呢 拼經濟第三招 歸於回流 剛剛前面講了 要靠老闆拼經濟 要讓他覺得賺錢很容易 怎麼讓他覺得賺錢容易呢 當然就是要推出這個 這個經濟特區 外勞沒底薪 本勞心精精 沒有關係啊 擔心那個有100條惡意是不是 我們櫻花勾勻歸這麼的珍貴啦 有一條就要偷笑啦 況且那條如果被吃掉 也是我瞎認的事了 不是嗎 好了 拼經濟第四招 賺錢賺到兔 馬總統指示的好 廠商錢沒有發給大家 新聞賺不夠 天知道有誰會賺夠呢 不過啊 只要讓老闆賺錢賺到兔 賺得飽 賺得爽歪歪 他自然就會把錢給吐出來了 不然那麼多錢放在家裡也沒地方放啊 拼經濟第五招 外勞人仁愛 前面都講過啦 這個危險 骯髒又辛苦的3K工作 沒有人要做的嘛 那我們就通通都給外勞朋友做 大招 拚也招 他招死 反正他也不敢跑 他把他跑掉了就可以抓起來 扣一個違法外勞名字遣送回國 那我們自己人怎麼辦呢 沒關係 我們現在好鼓勵年輕人啊 出國拓展師爺啊 要有國際觀啊 通通去澳洲 當台勞 賺高薪 跟阿兜的錢都談回來 好不好 不好 不好 大家太沒有國際觀了 聽經濟第六招 幫老闆圈地 投資工廠這麼辛苦 你要蓋廠房 要丟垃圾 搞不好還要放核廢料 我不是說誰啊 所以 只要大老闆向中了一塊地 我們就把它圈起來 把上面的人通通的趕出去 管他上面住了什麼祖宗十八蛋 管我屁事呢 我們是天榮國的人啊 天榮國的人就是只有錢 眼睛裡面沒有別的東西 平靜劑第七招 我越講越興奮了 上班去按摩 什麼意思 我的好同事考試院長觀眾說啦 哎呀他考試院長就像是責任制的 他如果去按摩呢 不是因為他自己在偷懶 而是一個醫療行為 各位老闆朋友 一定非常的羨慕也很想要 沒關係我們就來全面實施責任制 反正基本工資之後呢 我們連工時也想要考慮廢除了 只要沒有上下班打卡的時間 愛幹嘛就幹嘛 按摩按不夠還可以去配合健康操 最後一個傳說中的諾貝爾獎的方案啊 太深奧太深奧了 無心勝有心 無心勝有心什麼意思啊 就是你沒有錢啊 沒有錢大概沒工作大概沒有錢 你擔心什麼呢 你就在家裡面放無心架 你愛做什麼就做什麼 去旅遊啊 去進修啊 去哪裡都好啊 在家裡面閒著發呆 沒事做也更好啊 我們要那麼多錢幹嘛 反正馬總統他們家 一條牛仔褲穿了三年還穿不破 各位勞工朋友 一碗羊春麵吃三十年就好啦 哈哈哈哈 好啦 介紹了這個八大拼經濟的經濟動能推升方案之後啊 欸欸欸 我還沒要下台啊 不要催我下台 真是太不理髮了 現在呢 我說不腿 不如跑斷腿 各位老公朋友 你就待在這裡啊 一個都別想跑 反正你們不用跑 在工作的時候 隨隨便便也就可以跌斷腿 而且還沒要陪 我呢 就留在家裡面吹冷氣繼續當我的肥貓 大家再見啦